各位進到簡報第65頁這邊 我們要玩一下裝置的物聯 剛剛有同學在問說 為什麼要用A0那個角位 你看一下這裡 你看我們翻過來 開發板上有沒有一個叫AD 這個其實就是A0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光明店主 他有用到角位是跟這個共用 我們有沒有講過三色LED 有跟我們這個有毛毛蟲的是不是有共用 所以這個為什麼他是這一個 是因為他跟他這個AD共用 那ADD長得很像0 所以他就把這個射成A0這樣 這樣瞭解齁 因為已經燒錄在上面你就不能改 所以就只好他規定哪一個就用哪一個 就不像我們剛剛要接哪邊就接哪邊 好那我們現在呢要裝置互聯的話 就是如果你左右兩個鄰居一起玩 你一個人提供光明電子 一個提供LED燈 這樣瞭解 你們兩個可以一起玩喔 可以一起玩 那我們看看這邊 現在呢如果你要玩這個 你這個東西就要拉出來 一個開發板 我現在是這個 這個 這個我來提供光明電子 好了 好 我這個提供光明電子 另外一個提供LED燈 所以你就再把開發板再丟一個出來 這樣瞭解嗎 所以你有幾個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一起玩 那我另外一個我用馬克一號這一個 我用這一顆 那我提供LED燈 我是 這個我再拾這樣 好 當這兩個要一起玩的時候 你要勾什麼 串聯 對 你們在以前學那個電子啊 有沒有學過病聯跟串聯 有 一個壞全部壞 來 病聯跟串聯差別在哪裡 病聯是比較 我們現在的發電 是不是都是用病聯的 譬如說 那個台中火力發電廠要稅修 他就把它先撥開嘛 對 等到好了是不是在病聯 對 如果用串聯 你應該知道會很慘 就一個壞 對 串聯的話是不是 中間一個斷掉 就全部都斷掉 對 好 那我們這個也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你串聯比較多裝置 只要其中一個 沒有連接起來 他就說你的線路不通 對 整個就層次就沒有功能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我現在是要串聯起來 是不是 你通了 你OK了 我也OK了 是不是就連在一起了 連在一起之後 開發板再找一個 當串聯完成 所以我們開發板這邊 你只要提供硬體就好了 真正層次的執行 是在下面這裡 就是把它放到這裡面來的 串聯完成才來執行 這樣有沒有了解那個意思 真的有串聯起來我才做 我先試看看喔 我還沒有加上邏輯對不對 沒有關係我先測試一下 有沒有這樣我還是有偵測到數值 表示我這兩個設備都活著嗎 對 這兩個設備都有活著 都是OK的 這樣清楚嗎 好 好這兩個都有 那待會呢 我們要邏輯判斷在哪裡 這就屬於基本功能喔 對 邏輯裡面 有沒有 如果怎樣就怎樣 對 如果 欸有點概念了齁 我們生活裡面常常用到這種 口語嘛 如果怎樣就怎樣 那如果之後這樣有判斷式 就要用這個了 對 條件就在這邊 所以我先停止一下 我執行給你看 如果怎樣 我還是把它顯示出來 可是 如果要放在這個 光明的偵測裡面喔 你如果放在外面就完了 他就只做一次而已啊 對 因為光明才會不斷偵測說 那個數值有沒有變嘛 好 那現在是只有一個條件 不夠 你就把這個齒輪按下去 如果 是不是就否則了 如果我的光明大於多少 我 欸是大於多少才要點燈嗎 應該顛倒吧 小魚嘛 小魚多少 表示亮度不夠的才要點燈啊 好 那如果你有三個條件就否則 如果 對 有沒有在這三個 好 記得你這個齒輪按下去 是丟到這邊喔 用完了再按一下齒輪 是不是就收起來了 對 好 那我們往上看一下 邏輯裡面有沒有這個 這就是我們的條件判斷 如果 欸請問積木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可以 按右鍵是不是可以複製 對 我就不用再過去照 如果我偵測到的這個光明數值 小於多少 那小於多少 這是一個數字對不對 對 你不能直接打 怎麼辦 從數學室裡面 有沒有一個數字 有 你也可以從上面借用一下 Copy貼下來有沒有 Ctrl加C Ctrl加V 但是要注意 我這個數字是沒有經過轉換的 是不是介於0燈1之間 對 這一個 這一個 所以還沒有轉換的 比如說小於0.2 3 或0.2 因為我大概 我剛剛是4或5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 我就把LED燈打開 LED燈在這裡 我就把它設為 按 如果小於它 我就設為off 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子 就可以執行看看 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這個數字 是不是 所以我的燈不會亮 對不對 這個燈在這裡 在這裡不會亮 所以我把它蓋住 有沒有亮 有 打開 蛤 這樣就好神奇 這樣就會變魔術了 對 這樣就結合了 這樣OK吧 好 所以你們兩個裝置可以互玩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WebDino它比較 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謝謝 謝謝